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罗罗北美 我是高亮 我身后的这台车是992这一代的GT3 这台车跟上一代的GT3 使用了几乎一样的发动机及变速箱 马力也差不多 但是它在纽北的圈速却快了足足17秒 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 你要想提高圈速 对于这些运动车款 首先就是要增加下压力 那这台车表面看起来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它通过它全车的这些空气套件 让这台车比上一代的GT3 提高了60%的下压力 它整个车看起来都会更加的低 并且有一个更大的尾翼 使用了也是与现款的992 911 相同的一个门把手 以及过程式的尾灯 那车头这一块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它的前背箱这一块 是有两个开口的 并且在它的前面 是有巨大的开口 来给后面的方向机来散热 以及这台车的前唇 现在是手动可调的 也就是你去到不同的赛道 你可以根据它的情况 调节它的一个倾角 另外在它的全新的四眼大灯这边 现在你也可以选一个 与车身同色的装饰线 那这个选招在美国也不是很贵 大概是1600美金 那来到车人侧面 现在也可以看到992这一代 的G3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并且现在你也可以手动调节 它的车身高度 以及它的轻角 甚至连它的防清杆的软硬 都可以调了 那这一代的992G3 它的轮胎使用的是 Cup 2的轮胎 前面的宽度是255 后面是315 并且它现在前面是一个20寸的圈 后面是一个21寸的圈 那在以前呢 我们通常说啊 如果你看到一台保时捷 可能如果它是一个黄色的卡钳 就证明它选了一个探陶盘 但是从这一代的G3开始啊 探陶刹车搭配的卡钳呢 可以是黄色 也可以是黑色的 那在盘的尺寸上呢 前面是一个410的 后面是一个390的 真的是非常夸张非常大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同学说了啊 那现在的Turbo S 人家前面都是10货塞了 你这个G3怎么才6货塞呀 那是因为咱们的G3 是要比Turbo S轻很多的 所以说它的6货塞呢 就已经足够了 那来到车身的后部呢 我们都知道啊 911的发动机呢 是放在车身后部呢 并且呢 这是目前在911的旗下 唯一的一台4.0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你并没有办法看到它 你打开它那个发动机盖的开关啊 你只能在那边那个窗口弹开 弹开之后呢 你只可以去对它加机油 或者是加防动液 想要看到这个发动机 您只能去拿到3S店了 然后这个看起来非常怪异的一个尾翼支架啊 他们在这个官方有一个学名叫俄镜式支架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当风从这边过来的时候啊 它整个的空气动力学的效能 是要比传统的尾翼高很多的 因为在这个底下是没有任何遮挡的 来提高它的一个下压力 并且呢 这也是第一台使用了自适应扰流的911 它能够比上一代的911呢 提供的下压力多了4倍 那除了把这台车牢牢的摁在地上啊 给它提供更高的下压力呢 另外还有一点帮助这台车提高全速呢 就是减重 首先它的前背墙盖呢 现在使用的是一个碳纤维合成塑料啊 这个是之前只有在911赛车上才有的 并且呢 像这个可以选碳顶 也可以选它的碳的后视镜 以及这台911现在也是目前有史以来 使用碳纤维这种轻量化材料 最多的一台911 那让这台车呢 在车身加大的同时啊 整体的重量仅仅只比上一代多了5公斤 其他还有一些轻量化的材料呢 例如说它的排气比上一代轻了9.5公斤 它全车也是第一次使用了轻量化的玻璃 在这儿也减掉了4.5公斤 那现在呢 咱们就坐到这个992这一代的GT3里面啊 首先坐下来之后啊 整体的布局跟992这一代的911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同样呢 也是要遵循减重这个原则 所以说你在车内啊 看到这个奥干塔瓦的顶 然后这边的整片的碳纤维 以及一个碳纤维的赛道桶椅 前面呢是真皮 上面呢还绣着GT3的字样 以及这些缝线 当然了这个缝线以及这个桶椅呢 它都是一个选装架啊 另外为了减重呢 它直接把后座就不要了 这样呢又轻了10公斤 以除此之外啊 在欧洲的版本呢 在后面是可以选它的防滚架的 但是在美国跟国内呢 应该都是不可选的 但是你可以从德国呢去定到它 然后回来自己再把它装上 992GT3的这一代确实是有手动挡 同时还有一个7速的PDK 那这台长得特别像是一个手动挡的挡杆呢 但是哎对不起让您失望了 因为这个车主啊是买给他媳妇用的 所以这个呢它是一个自动挡 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 它的自动挡的变速箱 现在在911全系 除了这台车其他自动挡 都是8速PDK 只有它是一个7速的PDK 并且呢它这个自动挡的变速箱的重量 是要比它的手动挡还有轻了不少 中间呢也是标志性的一个五连表啊 当你把这个车通电了之后呢 两边都会显示出来 在这边呢是有一个旋钮 它可以切换正常模式 运动模式以及赛道模式 当你把它切换到赛道模式的时候呢 它会仅仅只显示一些非常有用的 各种的机油温度啊 机油压力啊 那些非常有用的信息 然后在人机交互系统这边呢 清晰程度跟反向速度都是OK的 你可以通过触屏来使用它 也可以通过这边的一个旋钮来调整它 并且在底下这边呢 有一个选装 就是它的车头升起 并且呢这个车头升起 它还是带有一个GPS功能 也就是你每次回到家门口的时候 你说哎我要有过一个减速带 或者是一个勾勾卡卡的 你按一下它车头升起了 它会直接问你 你是不是要把这一个点记录下来 你说那我记录下来 以后每次你开回家 或者开个公司的时候 遇到那个减速带 它就会自动把车头升起 再往下这边呢 它这个中间这个键是调节空调的 风扇的风量的 然后左右两边的是调节温度的 这个使用起来呢 尤其在用基金驾驶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好 它不是一个整合到人机交互系统里的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 它的音量的调节钮 那内饰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体验一下这个GD3开进来 到底是什么感觉 你们来听一下这4.0自然吸气的胜体 这一代的GD3现在用上了它的一个全新的车身稳定系统 就是它会根据实时的路况以及你的驾驶的风格 来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减震 来分别的实时的调整它减震的阻尼 来牢牢的把你这个车身按在地面上 并且这一代992GD3呢 也给它使用上了后轮转向 在提升圈速这个层面 后轮转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用 它的原理呢就是在低速的时候呢 来帮助你减小一个转弯半径 它的后轮呢会跟前轮反向的去旋转 在高速弯的时候呢跟前轮来同向旋转 让你的这个拉大你的整个车身的一个轴距的长度 来帮助你这个车呢提升它高速过弯的稳定性 并且还有一点啊 就是现在我们开的这一台992GD3 是在911整个车系里面啊 算上上一代的GD2 第一个使用了前双差臂的911 这个也是从他们的赛车上来演变而来的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911开起来啊 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了 在日常驾驶的情况下 其实熟悉的发动机 熟悉的变速箱 在你加速的时候这种感觉 以及声浪其实是跟上一代非常非常接近的 而且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用户而言 尤其是在国内的朋友 可能买这台车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 在赛道里面去激情的驾驶它 感受它的那些车身的黑合计 感受它的弯道的稳定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到了高速盘桥的时候 或者是你进入到高速的那种扎道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车就牢牢的被按在地上 它在六七十公里每小时过弯的情况下 跟你普通的加速车 在十几二十公里过弯的时候 感受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你会感觉到整个人就被牢牢的按在地上 另外呢 这一代啊 不确定国内是怎样的 当然这一代美版的GT3的排气 原厂排气就要比上一代GT3来的更加更加的小了 尤其是你在这边还可以把它的排气阀门打开 再调到一个运动模式 就这种高转自吸啊 绝对是人生最大的一个享受 无论是从听觉 还是当你把油门踏板踩踏下去之后的这种感觉 这种线性的感觉 都是其他任何一台限售的911没有办法给你的 因为目前在911整个车系下面 就仅仅只有这一台992的GT3 仍然在坚持使用这一台 水平对峙6缸 4.0升 自然吸气放动机 当然了 这个放动机呢 其实是跟之前的那个Speedster那个放动机非常非常像啊 只不过呢 做了更多更极致的一个轻量化的处理 最大马力呢 有510匹 最大扭力呢 是470牛米 其实如果你开过四五百匹马力的车 这个区间就已经足够你去玩了 再过的那些超跑Hypercar 600700 甚至那些肌肉车上1000的马力 那种东西 它就是只是对于直线加速有乐趣 如果你单纯是说想讲究价值乐趣的话 这个区间已经足够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代的992的GT3 仍然使用相动放动机 并且在马力上的仅仅就只提升了10匹而已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在现在今天这个情况下 能有一台这样有乐趣的车 来让你在市场购买 并且还要手动挡 这绝对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敬佩的事情 因为大家现在都已经在向电动转了 并且向911除了这台车 其他都已经是turbo稳行了 这种驾驶的感觉 这种纯粹的驾驶感觉 你是在其他任何车上都找不到的 并且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手动挡跟自动挡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这台车呢 它现在除了GT3 其他的911全部都是8速PDK 它是7速PDK 在零百加速情况下呢 这个7速的PDK的时间 可以达到3.2秒 在实测还有能够跑进3秒以内的 那手动挡呢 3.5秒 但是根据美国市场来说啊 上一代.2的GT3 在美国有70%的用户 都选择了手动挡 如果换做是我的话 在赛道里面一定是开一个 大尾翼高下力的车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就把你的换挡交给这个PDK 你的手动挡一定没有它快 圈速一定是没有它快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啊 比较喜欢半猪吃老虎的话 那我就会买它的那个Turing的版本 然后搭配一个手动挡电动箱 就又有乐趣 而且在山道里的时候 绝对是见谁秒谁 其实之前的GT3在美国的售价 大概就13万美元起吧 但是992这一代真的是更贵了 16万美元起 那像这一台车选了这个椅子 选了博士的音响 选了探顶 然后再加上那些缝线 以及车灯跟轮圈上的那些纹路 全选下来 这台车的价格现在已经达到了20万美金了 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这个车主跟我说 他还见过选到28万美金的 但不管怎么说 留给在二三十万这个价格区间 911的这台车 这台GT3绝对算是开起来 最爽的一台了 再往上那些超胖 他们可能在外形上看起来更加的炫酷 但是绝对没有办法像992的GT3这样 带给你如此平易近人 又如此享受的一种驾驶的乐趣 那其实说这么多 像911也好 包括911的如此的一个赛道的版本 GT3的版本 它就仿佛是一个米其林的大厨 调配出来的一道非常非常好吃的菜 只不过到今天到了这个全新的一代 它只能是更好更好更加的好 那最后我们还是特别感谢洛杉矶知名的二手车行 Velocity的老板肖涵 把这台车来接给我们来拍 首先他自己是一个特别懂车的人 特别的有品味 因为他自己日常开的就是一台东营法拉利NSX 那这台车其实是他买给他自己太太的 但是他刚才跟我说 他有一个东西还没有选到自己特别的遗憾 是什么呢 我准备给我儿子装一个后座 然后这样平时能带他出去玩吧 你看什么呀 这妥妥的就是一台买菜车呀 那好了 这期的罗贝美达道也结束了 我是高亮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